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老赵说风水 我是老赵 那么这一节呢 接着给大家分享天星风水 那么在上面的课程中呢 给大家分享了天星风水的消沙纳水 那么这一节呢 给大家分享格隆立下消沙纳水 那么其实呢 就是说通过这两个例子呢 让大家知道格隆立下消沙纳水 它的总和的运用方法 那么我们看这个图 这个图呢 它是虚山来龙 虚山来龙呢 它是阳龙 虚山来龙它是阳龙 但是它是千龙入手 虚和千龙它都是阳龙 虚山来龙千龙入手 千龙入手呢 它立的像呢 是迁山迁下 那千山迁下 我们从这个龙上呢 我们就可以看了 它这个龙呢 它这个来龙 就是千龙它立的迁下 那么这个运向呢 那么这个运向呢 它是阳山来龙 阳龙立阳下 因龙立阴向 所以呢 它是千上来龙 那么千龙入手 那但是呢 它是立的运向 所以呢 它从象上到龙 那就是孝和龙呢 它就是阴阳波达了 那么我们再看它的水 它的水呢 是从五方萧的水 从五方萧的水 那么从水上来看呢 那么象也不合水 所以呢 象和水呢 也是波达的 那么我们再看它的山 它的潇洒 千山迅象呢 千 那么它是木 座呢 它是座木 因为这个千山迅象呢 它兼 尘 它兼尘和虚 兼尘虚 那也就是说呢 它是一个 兵尘分金 和这个兵虚分金 那么它是个兵尘分金 兵尘分金呢 就是靠尘这边 靠尘这边呢 它就是做的渡呢 是做木 做的木 做的木呢 那么我们再看 尘上有风 虚上有风 那么兵武有风 它做木呢 尘虚 那么它属金 金和木 它属于沙沙 另外呢 兵武呢 兵武它属于火 然后呢 是木 生火 它又属于沙沙 所以呢 这个例子 这个像 它立得很不好 所以呢 这个像呢 它才防防败 防防败 那么第二 那么它这个呢 应该怎么立像呢 我们看 它应该立成 虚山成效 虚山成效 兼一 那兼一呢 它这样呢 它的作呢 就是 它就是金 因为虚山 虚呢 成虚丑味 那么它属金 它属金呢 我们再看这个山 这个对面这个沙呢 是沉上 沉上和虚山的沙 那么这个呢 都属于旺沙 也就是它们都属于金 都属于旺沙 那么虚山有沙 那么虚山有沙呢 虚山这个沙沙呢 就一个虚山的沙沙 第二点 那么我们再看 这个虚山成效 那么它复合了 阴山来龙 阳山来龙 迁它是阳山来龙 阳龙 成呢 它可以叫它是阳下 然后呢 水呢 它就五方之水 那么出水呢 龙和下 下和水 那么这个格局呢 就是合局的 那么它应该呢 就是变 就是它应该呢 改成是须山秦下 那么这样呢 才是合局的 那么我们看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是更容易入手 更容易入手呢 它立的像呢 是仁山兵下 首先呢 是龙和下 然后我们再看沙 人山 那么人山呢 它属于火 植物卯幽 家冬这个人 出火 出火呢 我们看这个 这个卯和幽 上面都封 卯幽幽丰 这个呢 它同样的都出火 那么这个呢 就叫旺杀 帮助我们的意思 那么这就是人灵心旺 那么我们再看 坤方有杀 坤方有杀呢 坤 它属木 木生火 那木生火呢 足为印杀 足为发 文贵 那么也就是说呢 这个龙 和坐像 龙和像 然后呢 又和杀 那么这个呢 是合局的 那么我们再看水 那么这个水呢 从左方来水 那么到五方聚集 到五方呢 它停留了 聚集了一下 然后呢 又到坤方出水 那么也就是说呢 五和坤 那么它都是阳水 那么所以呢 要从像头看呢 这个水呢 就不和像头 不和像头呢 那怎么办呢 内力 任山兵下 坚持五 那也就是说呢 这个水 它是有像上观的 那么像呢 如果说 如果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来龙 也好 那么杀和来龙 并且呢 和坐 那么正好它合局 但是呢 像呢 那水不合局 怎么办 那么就是说 那么我们就用这个方法 那么这个学呢 它也是用的这个方法 内力 任山兵下 兼职五 任山兵下 兼职五 那么任山兵下呢 任山 兼职 那么它是什么呢 它是虎啊 我就是我刚才说的 那么这些沙呢 都是帮助它的 以及更龙 更坤 那么它属木 木生火 那么这个 某游呢 它属火 火呢 它属旺杀 两个引杀 两个旺杀 那么来帮助这个坐山 那么像上呢 像呢 我们看 冰像 冰像呢 同样一样 与更龙 这个龙又合像 那么水不合 怎么办呢 那么我们通过 立碑的形式 来纳这个水 所以呢 要不外立 子三五项 兼任兵 那立的是 这个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立的碑 是子三五项 立的碑 是子三五项 那么立的碑 子三五项呢 子三五项兼任兵 那么这个呢 就是五项 五项呢 它纳的 羊项 纳羊水 所以呢 它就可以纳 五水 那么并可以呢 还可以呢 在坤方消水 坤岚也水 这个呢 这就是解决了这个 水 那么不合一样 怎么办 如果呢 这个来龙 比较好 比较好呢 但是呢 它立相 必须符合来龙 但是呢 如果你立成这个项呢 这个明堂呢 又会出现偏项 怎么办 那么举个例子 我们刚才呢 这个是水 那么如果呢 你立人山兵项 那么你不能立成子三五项 如果立成子三五项呢 那就龙就不合项了 所以呢 你立成人山兵项 立成人山兵项以后呢 就是说 那么在兵项这一会儿呢 它的明堂偏写 那么我们就可以呢 立这个霸碑 立成子三五项兼兵 子三五项兼项兵 那这样呢 这个碑呢 这个墓碑呢 就可以纳前面的正 就是说霸这个碑 立成这个项呢 那前面的明堂呢 关荡 那么就可以立成这个项 所以呢 这个呢 就叫龙沙内金管 龙 来龙 和周围的沙 只有内金 内金呢 就是指的 实际下盖 就关开 那么外水呢 外水 向水 向河水呢 有碑管 就是说这个 我们就刚才我说的 立成五项 那么就是用碑 立成五项 然后呢 来纳这个水 这个就解决了 来龙口 前面如果你立成了 人山兵下 那么就是前面的明堂呢 又有点清晓 或者呢 狭小不宽道 那么就可以把它改成 纸张五项 那么纸张五项呢 那么就是说 通过这个 把碑改成纸张五项 那么碑就相当于 阳在了大门 那么阳在了大门呢 就可以纳前面的明堂之气 好 那么这一节的 这个歌隆立下 消沙纳水呢 就为朋友们呢 分享到这里 如果呢 有朋友喜欢 老赵所风水 这种视频的 也欢迎呢 关注老赵所风水的 微信用号 如果呢 有朋友 什么不明白的 或者有什么 要咨询的 也欢迎呢 在视频下方 留言评论 我呢 也会在第一时间里呢 回复大家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节再见